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十二节是解释十一节的原因 注意十一节的你们指的是门徒 也代表一切有信心而接受主化的人 他们指的是外人 也代表一切听而不信的人 所以十二节的意思是说 那些听了主的道而有信心接受的人 必会因主所讲教身奥的道 有关天国奥秘的道而得以更多 反之那些无心信从主道的人 甚至连先前所听的也会因为疑惑而失去了 这节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九节里也有提及 而在那里指的是工作方面 可见不论我们对真理的领悟或恩赐的运用 都是越多追求使用就越长进越加征 虚心受教的人越听越领受得多 而骄傲自满的人却越听越觉得没有所得 有一次王明道先生到一间礼拜堂讲道 有一位长老跟他说 王先生你不要希望用圣经来感动我们 因为这本圣经我读了几十年 我什么都知道 这个长老的意思就是说 他自己认为他已经懂很多了 他不需要再更多的追求认识主了 当我们信主越久 听得到越多 很容易就自以为是 心蒙止油 听不尽讲道 不再容易被圣灵感动 求主帮助我们 不管信主的年日有多久 甚至交过多少的主日学 我们仍然要对主和主的话 保持一颗单纯可慕的心